你看我兒子就是赤學方案 在家裡唸 他唸國小的時候 一個禮拜在學校只有三天 而且他後來證明我們是會的 我就跟他講 你要是考不好的話 他通通算爸爸升上來 結果他考出來全部都第一職人 他那個職人 好帥喔 所以赤學能夠自我要求是最重要的 我也是自學的 我從小到大 我永遠都是班上最後一名 有一天我進不了